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来到德国啊 到底来参加什么活动 其实我也没什么讲 我也是到刚刚确认了 原来是来参加 应该说观看24小时的耐力赛 还有参加这个I30这个驾驶训练营 哇 真的很壮宽啊 这么多I30N 而且N这有点像 现代来讲是有点像奔驰的AMG 宝马的N系 然后现在它是用N做一个代表 我们等一下也上车去试驾一下 哇 它这个真的是大阵仗 把整个T厂包下来 每次跟老外交人 还知道自己的英文到底有多烂 全部都手牌欸 都不会开手牌不是完蛋了 你看那边请来的媒体 说老外做的还好韩国人 你看那个韩国人他讲得好认真喔 一直拿着在那边讲 那个哟 这个哟 开得很快哟 韩语不就是这样子吗 老日宇就是 那个捏 那个捏 做的是捏 这是现代I30 它都安排了这个手牌车 我认为有超空欧洲的小车 真的就是要手牌 虽然说现在自排车的发展 非常的快速 因为它现在自排系统越做越好 换长效率也越来越高 可能甚至有些单亲是超过手牌车 但是让在欧洲这里啊 有乐趣的小车 他们还是会做手牌 因为手牌开起来 毕竟是比较有驾驶乐趣 甚至在早期欧洲人的观念 他们认为自排车是残疾人开的 所以他们是全系列都安排的这个手牌车 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我来讲 真的还蛮怀念开手牌的感觉 我在大陆试车11年多 还真没开过手牌 这次来欧洲终于开到手牌 还真的蛮开心的 有这种撸的快感有没有 警车真的很漂亮喔 可以在这种地方试车 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 真的跟持动作 对不起 太久没练了 瞬间摄影师没有吓到 我现在以前为了要赛车 8岁的时候一拿到驾照 你知道我怎么练车 我都真的太穷了 到时候去租了一台出租车 我每天到时候开出租车 在那边练手牌练跟持练什么东西 苦练真的 那时候哪有钱练手牌车 就是拿那个出租车 在那边一直练一直练 练到那个出租车变速箱 快被我玩坏了 那时候只有武术自排的年代 真的 他德国英文这样真真听不懂 我只听了懂那句 他那个德国强英文 我都听不太懂 现在这个是一个 指示线弯道跟刹车的这种综合训练 手牌车我很久没开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它这是配这个PZO轮胎啊 事实上因为我刚试完米奇的PS4S 我老实说 PZO性能并没有让我特别惊艳的感觉 这一次我觉得它底盘调整好 但胎的性能真的是有稍弱一点点 哇这代新的P0 没有让我特别惊艳的感觉 跟大家稍微也稍微聊一下这件事情 走啦人家要上车了 这个边测试啊 因为今天实在没什么时间了 我还特别还是把这个音响的部分啊 i30n的稍微测了一下 来我简单先说设定的部分啊 你如果这个车有已经大路的话 把低音开两格 中音开三格 然后高音开两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车啊 它的那个中音有比较薄一点点 所以基本上 你把它补上去之后 音质是还 目前我听过想刚拍的里面 大概算是前几名了 算是做的不错了 好我没有没有什么时间多说了 我们摄影师也不太舒服 好你可以下车了快 我要上去了 人家叫我们走了 快快快快快快 他这个尾巴调的好啊 我现在终于把它极限釋出 尾巴调的好啊 继伏克式之后 第二个让我惊讶的底盘就是这个 我刚把极限终于釋出啊 我一直在跑一直跑 他那一推一头稍微放一点油 然后再打方向盘 哇 马上就尾巴就来了 哇 这个真的调的不错耶 调的真的非常好 真的难怪是 给他们这个高性能 这个N的这个称号 我刚才开真的是让我有吓到 他底盘真的是灵活的爆炸啊 真的现在这个新的科技 真的都让人真的是不能小觑啊 真的是现在这种底盘 唉想像我的沙普 艾三尼他在这个架子学校 第一个课程就是 在讲这个直线弯道 与刹车的一个操控 确实这个教练蛮进责 不过他那个德语英文 有两个教练啊 一个让我听不太懂 后来我们这个沟通 也沟通的蛮好的 也很久没开手排车了 今天的这样架控感受 确实是不错啊 i30N他在弯道中感觉 确实很灵活 然后刹车也非常好 动的还可以哦 你看我今天踩到有点干 他很跌倒 不过不错啊 这个驾驶今天课程挺有趣的 如果原厂有一些驾驶课程 我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参加看看 因为你才有机会去体验 这种濒临极限的架控啊 这两个弯这样过去 所以是新配合的 我开的还可以吧 可以是不是 点个头嘛 点个头嘛 自己点头 好啦好啦OK啦 但是YP说哦 手排车什么都好 但是就是载不到妹 这次 这个现代i30N特别安排了 我终于载到妹了 我证明给他看 开首播的男人也是可以载到妹的好不好 拜托啊 这是我们美女 小兮兮好不好 大家有关注她微博就知道了 抖音网红哦 我也是抖音网红 我们在车上好好聊一聊 走走走 西西啊我们终于到了这个 传说中的绿色地域 北纽柏林赛道 有没有紧张的感觉 老实说 夏老师也十几年 不知道十几年啦 前两年还有在看一下手排车啊 还有在开手排车比赛啊 但是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以前会坐坐跟子 现在都没办法了 不过还是有慢下 一段一段都很开了 这一段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把你放出来 我要证明开手排可以再往妹 因为当时袁宇鹏说 开手排车不到妹 我们要替这件事证明一下 因为我们有一个导演买了手排的福克斯ST 然后说这个车车不到妹不行 哈哈哈哈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车它那个转速 NVH做得太好 你就感觉不到它那个转速让你麻什么不舒服 然后要换档那种感觉吗 我每次都要拉到超转灯 动了之后我才会想说要换档了 要不然真的你一般的手排车 你再开你会想 呃 就要换了 它是完全没这种感觉 NVH有时候做得太好 真的也是一种让人家很烦恼的事情 今天很开心车上载了一个 大美女小西西 我们北京的同行 讲一下对纽伯格林有没有什么看法 你说老街开的不好我都可以接受没关系哦 没有啦 其实小西西洋开的真的很好 而且有一个特别 特别棒的地方就是 之前我们都是站在外围 然后看那些车手开车马 然后跟我们招手 这次换我们可以跟他们招手 哦对对对 挺好的开过去 这边的观众确实是很热情 不知道是因为看到美女热情 还是看到热情 我就不太确定 因为他全周都开着窗 我觉得他好像故意让人家看到 你是不是故意想让观众看到你的美貌 对啊 但其实小西洋说你有一点啦 你在开开车门 在转弯的时候开车门 要跟他们打招呼 像一个正向的赛车手脸啊 我的妈 我怕我自己飞出去 这居子这么大 好啦无论如何 真是很感谢现代啦 就是让我们体验这个 纽伯格林这个赛道 虽然它有一部分是封起来了 没有办法跑整段 但是我还是挺开心的 希望下次有机会 可以租车来开 我们刚才车来讨论说 要不过留两天租车自己来开 好啦好不好 OK谢谢小西西 谢谢 不要玩了 我那个 我的好趴的卢超 卢超一下卢超 欸怎么样 你看怎么样 又要老招 又要老招 我刚刚对小西西忘了用这招 我可以这样近一点 不是应该放在这里这样讲 好啦 你觉得怎么样 今天这个车其实还蛮好开的 尤其是比它的竞品 比如说像GTR ST 它好开很多 它马力也大 你觉得它在纽伯格林上面 你这样开这个车 有什么其他的感受吗 我觉得这个车的贴力性很好 它能在纽北这种比较起伏路段 尤其那种路肩 它吃上去其实车身是不跳的 对对对 这挺厉害的 很贴地它出挖速度就很快 因为它抓地就没有浪费 另外它还有前轴的一个LSD 彩油 它不会280匹马力 就浪费在内测盒上 其实车身还蛮有力的 哇塞你真是理工男 你原来你了解 偷偷了解什么资料 你是不是想把我干掉 为什么这些资料我都不知道 现在你在讲 你现在是偷偷 你是不是偷偷想把我干掉 好啦 无论如何这次 这个纽伯格林的这个赛道 试驾算是蛮成功的 大家玩在一块其实也挺开心的 尤其是 当然没有办法跑完全程 但是我觉得这次还是一个很难得体验 我们刚刚还在讲说 落了两天留下来租车去旁边 ok啊ok啊ok啊 那真的等一下我们会去 卫一下机票 真的真的 走走走走走 人家大包要走了 每次人家都说啊 我都放一些很土嗨的歌 在评测音响 我这次让老外听听看 是不是真的很土嗨 好不好 好吗 好58 我好吗 你喜欢这吗 我喜欢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中國的歌曲 你知道嗎? 中國的歌曲